Hello 大家好 我是华尔街科技的小杨 今天我想和大家借10月7日晚上的 2020美国大选副总统辩论的热度 聊一聊美国大选总统副总统候选人辩论直播这回事 肯定没人能预测到 昨晚最火的占据C位的是一只苍蝇 在辩论期间 这只苍蝇停在了副总统彭斯的头上 长达数分钟 黑色的苍蝇在它的一头银发上显得格外明显 不难想象 辩论结束后 社交媒体上肯定都疯了 这正常吗 其实还挺正常 要知道苍蝇也不是第一次成为直播时的热点 2014年7月 英国天空电视台的出镜评论员亚当·博尔顿 还直接在一次直播活动中吞下了一只苍蝇 再说演播室又不是真空无君无成的环境 别说飞进一只苍蝇 直播时闯入个带枪的枪手可能都不太意外 就像2015年1月荷兰NOS电视台遭遇枪手的意外造访一样 重点不是苍蝇本身 而是昨晚辩论时苍蝇闯入的是一个严肃环境而产生的滑稽的效果 更重要的是 昨晚的辩论实在是有点无聊 按照一般的思维 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不仅事关中间选民的选票 也体现出了美国政治的现状与未来 但似乎这次的系列辩论并不那么有吸引力 不讨论具体的辩论内容 我们回顾一下上周2020美国大选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即便在网上引发了大量的口水账 但其观看人数预计将远少于2016年总统大选的首场辩论 根据目前的统计数据 ABC、CBS、NBC和FOX电视台 共吸引了2882万观众观看 这比2016年的同期数据大跌36% 当时在2016年 这四家电视台共有4530万人观看 而以所有电视直播的总和计算 共有8440万人观看 2016年的那次辩论 创下了总统辩论60年来的最高纪录 截至目前的统计 今年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的 最高收视群体为55岁以上的人士 有约42.7%的收视率 而90后及00后的群体中 只有12%的收视率 这个数据是将在家中、酒吧 以及餐厅等场所收看的人数 统统计算在内 但也包含一部分网络收看的人数 但是未能将所有在网上 收看直播的人数计算在内 如果后面我们将推特、YouTube、电视频道 网站串流直播的数据加入统计 真正的人数应该还会更多 但似乎这种辩论直播 更不容易吸引年轻人 于是这里我提出一个疑问 目前美国大选总统、副总统 候选人辩论直播的形式 在当下是否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根据美国辩论委员会的统计 美国竞选辩论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 1858年8月21日 当时共和党候选人林肯 与民主党候选人道格拉斯 为了争夺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的职位 展开了辩论 前后一共举行了7场有关奴隶制 和美国联邦的辩论 而过去的几十年 是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 是推动了美国总统选举政治 从以政党为中心 转向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重要动力 美国总统选举离不开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尤其是过去几十年中 我直接说电视 对美国总统选举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 它对美国选民的巨大影响 绝大部分选民主要通过大众传媒来了解 获取有关总统候选人的信息 并根据大众传媒提供的信息 做出自己的判断 然后根据各自判断的结果进行投票 美国大众传媒塑造的 总统候选人的形象 会直接影响到美国选民的投票结果 第二 对总统候选人的重要影响 美国总统候选人通过大众传媒 了解选民的政策需求与舆论导向 适时制定自己的竞选战略与战术 从某种意义上说 1952年以来的美国总统选举 时代就是电视统治的时代 自从1952年 电视登上美国总统选举舞台以后 总统竞选出现出一种新的形式 就是电视辩论 每次总统选举时 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 总是全美电视网的重点新闻报道内容 每次他们都会派出强大的报道阵容 以提高收视率 根据统计 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对选民最后的选择有着很大影响 约有一半以上的选民认为 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 有助于他们做出决定 根据数据统计 2004年的大选中 约有74%的登记选民说 他们观看了总统电视辩论会 电视辩论已经成为了总统候选人 展示个人风采 争取选民支持的 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美国选民也对此抱以很高的期望 美国总统候选人举行公开辩论 最早在1960年 当时美国首次通过电视直播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肯尼迪 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的辩论 这次的辩论还被历史学家 埃伦·盖尔佐拿来同美国竞选辩论的起源 1858年 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相比较 从1976年开始 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 在大选前进行全国电视辩论 已经成为了一个惯例 同年起两党副总统候选人 在大选前也会举行一场电视辩论 在这个地方 我也为大家列出几个 1960年以来的经典的电视辩论时刻 我个人认为这些例子会凸显电视直播 对于过去几十年来 美国总统竞选的重要意义 电视直播或许让当时的人们意识到 竞选的言谈举止 有时候比实质内容还要重要 第一个就是1960年 民主党候选人肯尼迪 对阵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 有一种说法 通过广播收听那场辩论的人们相信 是尼克松占据上风 但电视观众却因为尼克松当时 不恰当的西装搭配 而占到了年轻且英俊的肯尼迪的一方 优雅地开个玩笑 说不定能给竞选者大大加分 第二就是1974年 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 因为水门事件辞职 福特未经选举就接任了美国总统 1976年福特在同对手卡特的总统候选人 第二轮辩论中犯了好几个错误 福特在辩论的时候说 苏联没有控制东欧 只要福特政府执政 苏联就永远不会控制东欧 这一言论最终使原本处于烈士的卡特 最后以微弱的优势逆转胜出 第三就是在1984年 73岁的里根 在总统候选人首轮辩论表现不佳 然后来到第二场 对手质疑里根的年纪偏大 里根则回应 我不打算为了政治目的 而攻击我对手的年轻和经验不足 不少人认为 这一回应帮助里根获胜 并且拿到了连任 第四就是1988年 在总统候选人辩论中 支持人询问当时的杜卡基斯 如果他的妻子遇害 杜卡基斯是否还反对死刑 但杜卡基斯坚持反对态度 这被认为是冷酷的回应 让当时的杜卡基斯输给了老布什 第五就是在2000年 在小布什与戈尔进行 总统候选人首场辩论的时候 戈尔在小布什说话时大声叹气 并且在小布什回答问题时 戈尔还走进小布什 这一行动被认为是 有意威胁小布什的意思 结果是小布什凭借 在电视直播下 友善和憨厚的反应赢下了选举 第六个例子 2012年 奥巴马在与罗姆尼辩论时 精神状态低迷 后来评论员和民调的趋势 都是普遍看好罗姆尼 但随后奥巴马的竞选团队 却因为成功使用社交软件 而帮助奥巴马扭转局势 获得了连任 这最后一个例子是不是也说明 在目前的总统竞选中 推特脸书发得好 可能比在电视上辩论技巧好 更有一些优势 那么说到这里 我还要介绍一下 从1988年以来 负责安排美国总统大选 电视辩论的机构 总统辩论委员会 这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由民主党与共和党共同控制 每次的电视辩论 从辩论的时间长度 地点 主持人的选择 辩论内容到辩论方式 都由这个总统辩论委员会决定 该委员会 事实上就是 总统辩论的幕后管理者 总统辩论委员会 在10月7日也表示 2020美国总统大选 总统候选人的第二轮辩论 将在线上进行 但川普一方 拒绝使用在线辩论的方式 他表示 想当面打败拜登 历史上也有过 总统候选人 拒绝参加辩论的情况发生 所以这第二轮辩论 或许还有变数 未来说不定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形式 真的会逐渐变成 线上相见 这样 我觉得可能会吸引 更多的年轻人 去关注这一个辩论的形式 说不定 辩论本身还会加入 更多唇枪舌箭之外的 禁忌比拼元素 因为经过2020年 我觉得没有什么事 是不会发生的 好了 今天的闲扯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小杨 我们下次再见